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佳奥义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林军贤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我的专场 我的专场包括 急性脑中风的治疗以及预防 还有颈动脉狭窄的处理 脑中风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名 仅次于癌症 所谓一人中风全家滩 所以脑中风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辨识脑中风 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 微笑 举手 说你好 那么现在请大家来跟我一起做 微笑 举手 说你好 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咬住你的牙齿 那并把牙齿露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牙齿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两侧的法令纹 那如果有一侧的法令纹消失像这样子 那就代表那个也是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举手的话 我们把双手平举手指头朝前 那假设无法维持住的话 会有一只手下碎的话 像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代表这个是 右边这只手没有力气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身边的这个人说 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哪里不舒服 那假设他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你发现他有口齿不清 那他也是有问题的 如果有突然出现以上三点钟的任何一点时 请赶快记住发生的时间 并赶快带到我们的急诊来接受 血栓溶解剂 或者是血栓移除术的评估 脑中风有分血管阻塞或者是破裂 破裂的话 我们需要找神经外科医师 评估是否需要紧急的手术 而阻塞的话 可以在黄金三小时之内到达急诊的话 可以评估是否施打血栓溶解剂 甚至做取栓的治疗 脑中风之后需要长期的服药 来预防再度的中风 而颈动脉狭窄也是中风的高危险区 药物治疗或是手术治疗 哪一个比较好 需要在门诊做详细的评估 听完了以上的介绍 如果您对自己的脑血管状况有任何的疑虑 欢迎来到我的门诊做咨询哦